好,接上个视频,现在呢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这一圈我们是因为不换线了,所以我们都是用黄色的线来勾 用黄色的线合并,黄色的线引拔 引拔好之后呢,我们立三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绕线 下面我们要勾内外勾长针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勾法 我们这样在下面辫子针,在这个长针的立柱上面 看一下入针位置,不是在辫子针上勾 辫子针是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挑下面 横着,直接横着给它挑出来,然后绕线 勾出来,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勾长针,这个是外勾长针 然后绕线呢,我们在里面 到里面,第二针是到里面去挑 这样,挑到里面去,然后绕线勾出来 然后这个是内勾长针 大家挑的时候,挑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挑 因为这个带线往外挑的时候不太好挑 看一下,第三针还是一针外勾长针 我们还是横着挑 第三针是外勾长针 然后绕线 第四针是内勾长针 我们就是在下面入针 然后把它挑到里面去 然后绕线带出来 勾内勾长针 这样就一针外勾一针内勾 我们绕线,第五针还是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看着比较简单 因为容易看出来 像内勾长针呢 我们第六针内勾长针 就是带线 从里面往外挑 然后再挑回里面去 把第六针给它穿起来 穿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勾线出来 然后绕线,勾长针 我们就这样 一直一针内勾一针外勾 它勾出来就会形成这样的 小立柱一样的 它比花纹比较好看 大家勾的时候慢慢勾 我再给大家来演示一组吧 我们绕线 第七针是一针 外勾长针 我们横着巧 勾一个长针 外勾长针 然后绕线 第八针 第八针呢 我们就是从里面 从里面穿针 再挑回来 然后带线 然后从这个小缝隙里 把这个线就给它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 然后再勾内勾长针 这个不太容易看 大家勾的时候要有耐心一点 也不要想着太难 然后我们后面这一整圈啊 一整圈都是勾内勾长针 外勾长针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开始勾勾到这个 我们勾这个减针的位置了 勾减针的位置 大家看一下 我们我这个是要勾外勾长针 我就直接从里往外挑 直接就穿过这三个啊 穿过这三个立柱 然后绕线 勾出来 直接就挑一次啊 不要挑错了 然后下一针里面 内勾长针 再给它勾回去 就一直这样勾 作品 确实 林 fato 咱 子 咱 咱 为了照顾新手姐妹 我这里我就不再快进了 就直接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这个视频结束 我这边又开始勾这个减针的位置 还是勾一个外勾长针 我们就依然是直接挑这三个 立住 然后勾线出来 好 带线出来 我们下一针还是勾内勾长针 就一直这样勾到最后 下个视频再来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